我們看到有很多的在地協定者 他們留下這些重要的文本 成為了未來一輩子最大的恥辱 講過的話沒辦法擦掉 這是一個自媒體的時代 所要檢視是四面八方在檢視 四面八方的視角 你說過了你必須負責 第一時間有人說小國不要刺激大國 我也覺得很納悶說 小國就不能夠生存嗎 小國不能有自己的尊嚴嗎 更何況到底誰是小國誰是大國 不是用國土的大小 不是用人口的多寡 如果你的心智是歪曲的 是歪樓的 即便你表面上看起來再大 你也只是一個懦夫 我要講的是在這個過程中 其實戰爭的勝負已經決定了 誰獲勝了 全世界的民主陣營 而且這將成為一個常態 不管任何極權極端主義 只要發起了沒有正當性的戰爭 全世界就會一起去拯救 所以有人講說台灣準備好了嗎 我跟大家講台灣一直努力的準備 但我可以確信的是 全世界都準備好了 如果有些人像普丁一樣腦袋不正常 發動了同樣的侵略戰爭 我們就會得到同樣的一個下場 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看到了 周倫斯基說他要保護他的國家 他也說戰鬥發展在這裡 我需要是彈藥而不是逃跑 有一句話他沒有說 他太客氣了 他應該說那些在地的協力侵略者 你們對國家的傷害 必須受到最嚴厲的譴責跟制裁 這是未來要發生的 同樣的台灣不也是這樣子嗎 過去我們對這些不同的想法 我們都極盡容忍 可是我們在烏冬的一個事件上看到說 如果你容忍 你姑息 最後會傷害到你的國家 這一次的戰爭 俄國是怎麼出兵的 是用什麼理由出兵的 他說有很多人希望能夠跟俄國在一起 變成一個偉大的國家 另外我要講瑞士 瑞士放棄的中立 各位 這是多大的改變 他的總統說 卡西斯說 我們放棄的瑞士中立 我們向俄羅斯要實施制裁 為什麼 各位 因為俄羅斯不是只有跟烏克蘭宣戰 他是跟全世界全人類宣戰 普丁他違反的是什麼 是戰爭罪 是違反人類罪 各位 俄羅斯的攻擊是對自由的攻擊 對民主的攻擊 對所有平民的攻擊 對自由國家機構的全面攻擊 這些事情發所不容 全都不能夠接受 那我們要講 瑞士跟其他國家怎麼反擊 他給他經濟資產 他凍結了俄羅斯在瑞士的資產 凍結了總統普丁的資產 凍結了俄羅斯金融五個大坑的資產 我要跟大家講 全世界沒有哪一個人特別的神武移民 你所享有的權利 榮耀 所有的富貴跟資產 如果沒有全世界共同的支撑跟努力 你什麼都沒有 所以普丁會什麼 最後會晉升出戶 另外我要講的是說 每一次在世界大戰 包括一戰 二戰 冷戰之後 美國都會重新去堅定思考他的路線 這一次 烏二戰爭 我想美國重新堅定他的一個想法 他的信念 所以美國特使團來台灣了 各位 特使團來台灣了 我要跟所有的赤妹郎說 請你們看清楚 你們口口聲聲說要跟美國人談 要跟美國人見面 可是我要講的是 那你的路線確定了沒有 如果你的路線沒有確定 你有什麼資格跟美國的代表團談 人家是來處理重要的事情 戰爭還在進行 不是讓你們隨便去乘聲量 那我要講 美國代表什麼 代表他們要持續深化 臺美的關係 要維護我們區域的和平穩定 還有共同為全球繁榮 貢獻良善的力量 那最後我要講的事情 其實非常重要 我要講的是烏冬事件 各位 過去我們常講說 包括疫情過程中 我們說在台灣有一群人 叫做在地協力者 他們拿著交戰手冊 他們喝台灣水 吃台灣米 但是不想對台灣有利的事情 台灣疫情爆發的時候 他們非常開心 疫苗送過來的時候 他們非常難過 烏克蘭打針的時候 他說小國 你就要低頭 等到美國來吃飲料說 那為什麼不跟我見面 各位 過去我們認為算是意識形態 那只是一種政治主張 可是經過這個戰爭事件 我覺得我們對他容許 對他容忍 還能夠如此的寬大嗎 各位 你對他過度寬大 最後會影響到整個國家的主權 影響到所有國民的安全 我們必須重新正視 這些事情 這些主張 到底有沒有嚴正的 重大的社會不法性 形式不法性 這些將來我們是不是 在國會裡面要有很大的這個立法 就是一旦發生戰爭 要有軍事戒嚴法 那像這一類的人 是不是要處理 其實烏克蘭的國會裡面 也有普丁的這個在地協力者 那個議員呢 後來這個有人說他被逮捕了 但是他現在藏起來了 躲起來了 這個他發覺事態不妙 而呢 俄東裡面的那些 這個親俄的人士 他們在4300到4700萬人口的 烏克蘭呢 他們佔8%的比例 在台灣呢 支持九二共識的 差不多也是這個比例 等一下我們就要慎重的來討論了 一旦習近平發動對台灣的攻擊 那麼這些人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做動員勘亂的處理 尤其是大家知道 媒體資訊戰非常重要 在台灣有赤裸裸的紅媒 這樣的狀況之下一旦發生戰爭 他們是不是需要立刻被法律來處置 保衛這個國家 這一切都是民進黨政府要立刻告訴大家的 除了今天國防部釋出了一個 民眾的一個安全避難守則之外 等一下我們深入的來討論 各位 戰爭就在眼前 敵人就在鄰居 在這個狀況之下 烏克蘭戰役跟烏克蘭的抗惡成功 以及普丁瘋狂的舉動 會讓我們不再以為你不相信會發生的事情 會發生 它是會發生的 因為獨裁跟專制者他們不理性 來 請各位把頻道轉到152台我們來討論的 使這些懲治的手段裡面 是把這些富豪的錢全部凍結 而中國的富豪 中國的習近平家族 是不是也有這樣可能碰到的狀況呢 普丁據說有200億的資產呢 請繼續鎖定 民視台灣台 蠟新聞152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見